大家好 歡迎收看價值迎投資 這三天台股不太會動 很多人想要放棄這個市場 因為你有點擔心你的股票會跌10%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 因為你手中的股票都是弱勢股比較多 行情的一個架構 我說過不用理會大盤 大盤不動 是因為台股目前1000多當股票裡面 有三分之股票往上 有三分之股票 三分之股票不太會動 所以策略面很簡單 買進三分之股會強勢上漲基油股 避開下跌段的弱勢股 你就可以安然度過大盤的整理期嗎 今天你的股票如果是紅准 不一樣 今天你的股票如果是會賺科 會賺錢的科技股 真的也是不一樣 黨黨往上走高的基油股 難道不是我之前耳提面明告訴他們 你要轉換的強勢股嗎 所以對於現在的行情架構 我希望童廟不要為自己找理由 不然沒有叮噹 所以我的股票沒去是正常的 這樣可以這樣 難道你就是要買那種 三分之一不太會動的股票 或是三分之一下跌的股票 你為什麼不來跟我買會賺科 為什麼不來跟我買紅准 所以大盤不動 掌握類股之間輪動輪漲的架構 其實你可以賺更多 我最近把一些漲多的股票 我有沒有調整給你看 賣完資金可以轉換到 下一檔強勢個股啊 所以要鎖定我的節目 我們介紹的股票 黨黨都是強棒 黨黨都是符合巴貝特 價值型投資概念的基油股了 這檔會賺科名字取得真好 會賺錢的科技股 4月份告訴你 長文吞噬的買點 你要買啊 因為高點 5月4號我會帶你賣 創高後無力84賣 這是第一趟的一個賣點嘛 現在來分析 有一點遙遠的過去了對不對 因為5月4號的位置 你加最高87.3賣84嘛 第一段將近四成先落貸 落貸完之後 兩次7778的買點 同朋友我們邀請你進場 關鍵性的時刻 蔡老師會拿出我的專業實力 來告訴你要怎麼做 等到漲上去了 不用我在井上填花啦 說實在的 所以84塊錢會賺科 你有跟著賣的 接下來呢 跌下來我有沒有看好 看好我就會低接啊 5月11號77買回嘛 7塊錢的價差 我幫會賺到了 你高點賣掉的一個部位 下來是買更多 可以延續會員的一個獲利 一個績效啦 所以如果高出低進 這邊訊息給你帶到 5月11號77買回啊 買回之後 上去之後的回檔跌下來 要會買 20號再買一次78.1 訊息你加 整理五天收腳指跌啦 兩次的買點對投面的一個操作 真的有莫名的幫助 因為當時候他就在洗盤 他在洗盤啊 7778我正在買幫 關鍵性的時刻 21號我怎麼分析他的貨事 投面看清楚啦 21號的會專科沒什麼動 我不是告訴過你嗎 一旦過的前波高87.3 又是另一波段的開始 講完之後隔天展現的是 波段的漲勢 工漲停88.9 什麼是講在前面 讓你應徵在後面 21號講完會過前波高 而且告訴你 是另一波的開始喔 是另一波段的開始喔 而且是蠻大波的喔 所以這個沿路過程 我們當然有加碼啊 親愛觀眾 你知道會是另一波段的開始 你不敢再度的進場嗎 我們的操作的眼光 是把藍圖先規劃給你知道 有藍圖 你來跟我操作風景就很低啊 利潤垂手可得 21號的分析重不重要 它有沒有過前波高87.3 有沒有是另一波段的開始 光是這一個禮拜 不是漲停就大漲啊 這樣就多了33%啊 基本面的強度 除了拿到蘋果的訂單 下半年 德國百零訂單 拿在手裡面啊 它是不是符合 我們介紹給你的強勢性基歐股 這麼龐大的兩大主角啊 它的訂單來源啊 都是國際數一數二的大公司 那你認為業績好不好 業績會啊 股價就應該往上推升嘛 這是正相關的邏輯道理 所以當它高檔震盪個三天了 有沒有轉折再攻漲停 禮拜一啊 禮拜一的一個大盤跌了100多點 我們告訴你 很多散戶觀望當天 而且亂款股票的現象 策略讓你低階強勢極有股為主 我說等著減便宜 等著減便宜啦 禮拜一的會賺科 有沒有低點讓你滿 三天轉折力道當然不弱啊 它再度的攻漲停啊 你當天運用我們給你的策略 等著減便宜 而且是強勢性的基歐股 你有買的可以賺10% 可以賺10% 難道我講的是肺炎嗎 肺腑之言所給予投票的一個建議 是正向的 所以接下來禮拜二 你又多快了10%啦 兩天的一個交易 讓你創造了多了20% 我們檯面上所呈現的績效 不是用融資買進的績效 我不會跟你講說 現股賺了20% 所以融資呢 50%了 兩天賺了50% 不需要 操作股票用你現有的資金 穩定操作 不要擴大自己的信用 你要的是在股票市場上長長久久 我們跟會員之間的配合也一樣 穩扎穩打 靠著實力的功夫 把真正強勢性的一個標的 代會員從低檔開始買上來 如果賺波段 強勢股先選擇到了 未來他會怎麼走 會怎麼走大波段 我也告訴過你 這一波 第二波五成 真的五成 光是6月1號 6月2號 兩天就快要20% 所以你可以看到 到昨天創新高 從這個低檔區 不管是77還是78 你買點 所給你波段的行情 超過五成 超過五成 有沒有 重不重要 晃動的過程 來回震盪的過程 或許你會認為它是頭部 像不像 還沒動之前 這邊像不像頭部 我認為是底部 所以77 78都在買嗎 對不對 5月11號77買啊 5月20號78買啊 是不是 買在一個相對性的一個低檔區嗎 然後21號告訴你 一旦過了前波高87.3 又是另一波段的開始 你有沒有講對 同樣什麼是講在前面 讓你印證在後面 21號 你加 你加 有沒有一波段 是不是又多了五成 每一句的分析 對於會員的操作 都有莫名的一個幫助 所以今天的會專科 再度的創下波段新高 最高來到127啊 親愛的觀眾 搶不搶 兩階段的獲利 將近一倍 我辦到了 而且是會員真實的一個操作績效 我們怎麼進去的 我有沒有拿出盤中 會員的訊息來跟你對時對價 保證一定有上車 77 78都有買 到今天為止 不管是我告訴會員 繼續留下來 或是賣出 會員都沒有任何的壓力 因為探宅宅 兩階段的操作 將近一倍 那投票你的股票呢 你的股票們 有沒有讓你產生很大的壓力 我們今天 的強勢性個股來到波段新高啊 不管我今天叫他續報 或是叫會員賣出去 你會覺得非常的一個輕鬆 但是今天的一個大盤 有沒有對很多票造成很嚴重的壓力 你今天看到3406的郁金光破底 72 你今天看到宏達店 今天一樣破底92.6 昨天宏達店開了股東會 董事長出來道歉 沒有任何的幫助 一家公司的經營高層 如果沒把他的一個基本面顧好 如果他的銀巴能力 拼不過對方競爭對手 遠遠落後在蘋果三送之後 那真的沒救了 真的沒救了 宏達店玉金光 我不是第一天告訴同朋友要換掉 基本面弱勢 已經註定他是弱勢股 宏達店去年大概賺1塊8 今年度第一季賺0.43 今年度宏達店有機會跟去年一樣 達到1.8的獲利空間嗎 縱使有好了 今年有機會賺1塊8 今年股價92.8 本益比50倍 我還嫌他貴 說實在的 這一股股票不應該是 造成很多同廟的負擔 玉金光也是一樣 今天72塊錢了 去年度 虧了快7塊錢 今年度的第一季玉金光 虧了4塊多 親愛的觀眾 財報數字稍微看一下 你會買這種股票嗎 如果你會買 宏達店會買玉金光 代表你對基本面的研究不夠深入 所以你才會跳下去買這兩檔股票 我們的提醒 中延逆耳 4月9號的玉金光 大概在100塊錢附近 轉弱你就要出掉 轉弱你要出掉 100塊錢你不出 今天剩72塊錢 差了快30塊錢 我有沒有真的幫助到你 所以現在的一個操作 強勢股同學 你要早點跟上 你才有辦法早賺錢 弱勢股 早點賣掉 早輕鬆 弱勢的 宏達店或是玉金光 然後早就提醒你 要賣 要賣 早點賣掉 早輕鬆 換到我的強勢股 你早點跟上 早賺錢 8413的會賺科 你有沒有賺很兇 會賺錢的科技股在我家 2354的紅准也是一樣 你有沒有賺很大 黨黨都是強勢股 還是要提醒投票 如果你現在的股票都不太會動 你不曉得 是強勢股還是弱勢股 我可以幫你看一下 把你手中的弱勢股 全部集中到我的強勢股 你未來的股票 操作 真的是不一樣 因為不一樣 才有競爭股票就是不一樣 今天單景 漂不漂亮 漲停板 有沒有 這樣股票 我們今天有買進 它符不符合強勢股的特性 基本面型態都很強 來看一下 4月營收凌晨量率高達450% 你看看 漂不漂亮的一個數字 這叫雙底 這叫黃金右腳 今天有沒有突破頸限 我今天跳下去買工漲頂 證據在哪裡 盤中19點19分 告訴我們會員單景 4月營收年成長率高達450% 141買進 你收到我的訊息之後 看一下當時的價位 19分 在140 有沒有 對時對價 141保證一定成交 會員大概都買在140 有幾分鐘的時間在140 大概有十幾分鐘 大概有十幾分鐘 買完之後 衝到144 尾盤工漲停 147.5 現買現工漲停 恭喜我們的會員 不管是新舊會員 同步的 親愛觀眾 今天大概賺了7% 因為現在漲跌50% 我們買在這個位置 大概漲個4%左右 拉上去 是不是賺了將近7% 7% 7% 有沒有辦到 你想辦法換到 我們家的強勢股 所以對於現在的盤是大盤不動 是你換股最好的時機 趕快換過來 休息一下 再回到見面現場 攝影師 巴菲特 加藥系統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清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价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赋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02-2781-0909 阿菲特 阿菲特 运达投赋永远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清选持股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价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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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工资费 妈妈 我的学类不要还有钱 哪有这么好的事 因为有五岁幼儿免学费的政策 那 私立幼儿园也有补助吗 念公立免学费 免私立补助一万五千元 飞锐 你所得七十万元以下家庭 另有家儿补助 willywel 就可以幫你辦 快樂跳雪劇 歡迎來到節目內現場 股票的操作重視的是一個流程 什麼價位買 什麼價位賣 一買一賣決定能輸贏嗎 你可以去看其他分析師的節目 每天呈現可能都是大漲 漲停買的股票 好像很厲害 好像賺很多錢 他有沒有告訴你什麼價位買進 或是什麼價位賣出 達到一個獲利的效果 似乎很少人這樣做 用說的比較快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這邊的一個操作流程 你有沒有看到 不管是華漢 不管是碩河 我們低檔區怎麼進的 我們高檔區怎麼出的 我有沒有把會員盤中的訊息 拿出來跟你對時對價 保證一定穿價成交 怎麼買的怎麼賣的 我們給你了 是一個證據的一個展示 這叫做會員的獲利績效 不是口說無憑啦 口說無憑無中生有太簡單了 你來當分析師都很棒 說實在的 所以我們在電視當中所呈現的 當然是會員的完整績效 因為怎麼帶進的 我們拿出盤中會員的訊息 我怎麼帶出的 我一樣拿出來啊 對不對 所以這場華漢你自己看一下 5月20號 基本面跟形態的配合 我買在幾塊錢 買在308 我會在這邊給你吹噓 畫個圈圈買在299 會嗎 不需要嘛 因為10點53分告訴會員 為什麼要買它 價位就308嘛 你53分收到我的訊息之後 當時價位就在307啊 對時對價 308買得到嘛 買完之後就衝上去了啊 來到上個禮拜我392 我說賺了快80塊錢 你不要過度去追價 因為我們做了拔檔啊 親愛的觀眾 上禮拜五的一個華漢 10點11分告訴會員嗎 因為創新高上漲動能不足 385賣 經過一分鐘股價在387啊 通常你自己對時對價 我是賣在387 買賣的依據 展示在你面前 我就是希望我們每一檔股票的操作 你都可以同步來掌握 所以為什麼要把賣出的訊息 秀給同朋友知道 這麼棒的機油股 不要漲了一大段 你才跟著錯誤資訊去亂追價嘛 我要提醒你我在賣的同時 你就要稍微保守一下 稍微等一下嘛 等下次我接回的時候 你趕快的跟上來嘛 是不是 強勢股要早點跟上 你才有辦法早賺錢嘛 不是漲了一大段 你在自己去亂追高點嗎 短線你去追會套很痛耶 那308你為什麼不跟買 你跟著買 387我帶你出啊 這樣不是賺了快80塊錢嗎 所以上禮拜我賣掉之後 漂不漂亮 股價連跌三天 禮拜跌到377 禮拜跌到365 今天禮拜跌到349 跌得好啊 同樣我不是在幸災樂禍 幸災樂禍 是因為我們上禮拜高點有賣 所以我們當然期望它股票變便宜了 下來可以買更多 那種心情同樣你可以感受嗎 如果你有賺過那一段 賺了80塊錢高點有出的 你真的會希望它跌啊 尤其連跌三天 今天349嘛 賣在387嘛 差了快40塊錢了耶 同樣喔 微笑準備低階 你高點有賣的 你會笑咪咪 不是含淚耶 你為什麼會含淚 為什麼會惡漆又準 因為你股票都不強啊 或是你追在一個股票的短線高點啊 所以你的惡漲嘛 操板有節奏性 不管是對盤勢的看嘛 或是個股的一個轉折 都是一樣的 你這邊會買高點會出 看到它回檔下來 你當然是微笑面對 接下來的一個操作啊 有沒有 我是會帶會賣股票的 我有沒有拿出會員的盤中訊息 來跟你對時對價 所以網家不都是如此嗎 是不是 網家前兩次的賣點 都賣在503 5月3號嘛 來到目標價嘛 我在前一天還告訴會員 會來到500嘛 真的來的就賣啊 賣503嘛 503有賣 回檔七天 同樣我告訴你 注意第八天轉折嘛 這麼重要的提醒 就是同樣你最需要幫忙的地方 一檔股票 第一檔轉折買點浮現 我會出來運用我的專業影響力 告訴你怎麼操作 這是你跟我合作的價值 等到漲上去了 還需要我出來搖旗吶喊嗎 需要嗎 503有賣 5月21號 436接回啊 時間價位你去對 503 436差了七十幾塊錢耶 接回之後 很像整理五天嘛 我說即將大漲啊 這兩天都是最重要的轉折位置 我出來分析 對同樣你的操作 也有沒有產生很大的幫助 你自己將心比心去體會 對 等到股票大漲了才來吹捧 夠了 我實在嗎 你自己去比高 另外再說 所以即將大漲 有沒有講對 436接回之後 告訴你即將大漲 它真的大漲啊 禮拜來到490啊 禮拜二的一個網家 來到518啊 前兩次我都賣在503 這一次只要到503以上 我按照我進行的策略 告訴會員 減碼 該賣就是要賣 昨天禮拜二 9.04分告訴會員 510以上先婚禮賣出 9.04分大概在這個位置 來對價時間價位 9.04分 514 515 518 518 517 516 515 大概可以賣在516附近啊 你自己看啊 9.04分啊 這都會我們會賣掉的啊 保證一定有賣掉 你沒有跟著賣的 尾盤473啊 又差了340塊錢啊 親愛觀眾 436 到昨天的516 是不是又多佔了80塊錢 3趟的報酬率 將近230塊錢 完不完美 3趟的買點跟賣點 我都給你帶到 我都拿出會員的盤中訊息 來跟你對時對價 這就是一個流程 什麼價位買的 什麼價位賣的 清清楚楚 所以呢 網家的操作 因為它是一檔高價股 通常如果你從 我們第一次的操作 395買進 到今天 468 你說啊你要爆波段 都不賣 不做價差 到今天 剩368 你才賺多少錢 賺大概70塊錢耶 我當時第一次買點395嘛 但是3趟的操作 如果你來跟我操作 將近230塊錢 高價股 就是有這個優勢嘛 因為它價差很大 你會懂得來回做價差 你會賺更多 所以為什麼 3趟的買點 3趟的賣點 我們都開成布公 展示在同朋友面前 不怕你檢驗 不怕你印證 當你印證完之後 下一趟 網家接圍的位置 請跟上來 因為它基本面 還是很強勢啊 所以整個一個 未來的操作啦 來看一下 有什麼強勢金優股 可以做買進 嗯 我賣掉這些資金 抽回之後 當然要轉進下一趟 更強勢的股票啊 台郡這張股票 平蓋股的 4月營收年長能力 超過122% 基本面跟型態 漂不漂亮 跟之前我們買 6414的華碳 有了一桶喔 型態剛突破 對不對 之前這邊我們操作過一段啦 3月11號 台郡嘛 82.2買的 上去之後 賺了33%賣啊 賺了一波啦 之前這邊啦 那現態呢 整個台郡的一個型態 跟基本面 符合強勢股的一個操作 所以我認為台郡有機會 展開另一波的一個漲勢 特別的提醒你啦 好不好 所以呢 單景也是一樣 你看看今天 這種股票基本面棒棒 成長450% 雙底的架構 黃金右腳買點你看到了嗎 今天突破警線 現買現功漲停 親愛觀眾看仔細 9點19分 單景141買 收到訊息之後去掛單 可以買在140 朋友對時對價 140一定買得到 買完之後呢 今天可以拉漲停 可以賺7%左右啦 恭喜我們的會員 所以對於接下來盤勢 不要去理會大盤 重點是你的股票要選對 如何買進強勢股 避開弱勢股 需要協助的地方 真的不要客氣 你的股票讓我全程的檢視過 強勢股我告訴你留下來 弱勢股 全部轉換到 我介紹給你的強勢個股身上 強勢股早點跟上 早賺錢 弱勢股早點賣掉 早輕鬆 希望桃廟能太弱流強 你才有辦法成為贏家 任何需要服務跟幫忙的地方 不要客氣 歡迎你跟我們聯絡上 明天見 氣密窗 專利複合式島塊 隨便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俄牌氣密窗 2987 1111 巴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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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投顧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清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最誠信的分析師 信任蔡老師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 零二278101909 278101909 278101909